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8点 早安加分 佳凯早安 小分小分 网友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最近这一天 昨天开始又是试试大家天气 对 没错 但下雨是好的 对 因为这个雨大家应该讲说也是期待蛮久的 春雨嘛 春雨 对 春雨 要有没有的话 我们大概用水还要再撑两个月 要等到五六月的梅雨季 我们之前有看过说现在用水应该是很OK的 OK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去年的话事实上非常风调雨顺的一年 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水库都还是蛮水位 水库都装满了 对 对 对 口袋满满 记得之前我讲过水库最好最好的状况是到了九月底 它是满的 满的 那这样子的话到隔年我们用水春天之前 春雨来之前用水就没有问题 更何况去年到十月中水库还是满的 但接下来的话就要依赖雨水了对不对 对 接下来如果雨水再不多的话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些缺水的一些新闻出现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是月平均降雨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雨季三大雨季 第一个就是这个颜色比较淡的 三月四月 这个是春雨 春雨 接下来淡粉红色的这一个五月份六月份 这个是什么 梅雨季 对 再来的话就是淡紫色的这一个七月八月九月 台风季 对不对 你看台风季的降雨量 不管是哪里突然间都上升了 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时候 各地区这个梅雨更明显 也就是说虽然是五月六月是梅雨季 但是一般来讲大概都是五月底到六月中旬 五月中到六月中 应该是梅雨封面带来降雨最频繁的 这个频率最高的时候 不管是高雄台北花莲台中都是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南部 南部高雄是这个应该算 这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风季量最多的红色的 最多喔 对 但是你看量最少的 也是高雄 从12月底开始 也是南部 对 一直到1月2月最少的是南部 所以它雨季跟旱季差太多了 真的 南部 那中部也是一样 中部是什么这个 淡绿色的 对不对 你看台风季的降雨量也很多 到10月就掉下去 一旦进入到9月 这个掉下去的幅度很大 对 进入它的旱季的 一直到隔年的1月2月 3月4月才开始慢慢往上爬 所以现在是3月了嘛 对 所以开始雨水要慢慢慢慢 慢慢变多了 对不对 对 那北部也有雨季跟旱季之差 只不过它的差别 没有像中南部差那么多 没有落差那么大 台北这个是蓝色的 落差比较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对 我们说这个雨水真的是很重要 对不对 尤其对台湾来说 对 对不对 那雨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 雨从哪里来 今天要讲的是雨从哪里来 老天下雨 对 海面上的水吗 我们的水 大气里面的水 都是从地面蒸发上来的 所以以大气结构而言 你的高度越高 你的水气就越少 大部分地球的水 都是在地面嘛 对 对 地面蒸发上来的 所以越接近地面 当然水气就越来越多 越高水气越少 因为是从地面蒸发上来 它有一个循环的 对 就是从地面蒸发上来的 有没有 蒸发上来了 对 然后预能了以后 开始凝结 如果它水滴浮在空中 那就是云 云 云 对不对 水滴够大 掉下来了 就是下雨了 就下雨了 对 然后再进入河川 进入海洋 然后就是地下水 对 就是蒸发 凝结 降雨 这三步骤 所以有人说 地球上面的淡水 会不会用完 会不会用完 不会用完的啦 水在消耗水 植物会消耗水 会 对不对 消耗水最大的是人类 对 没错 那你人类喝水下去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尿尿出来了嘛 排泄出来 对啊 你又还给大自然了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 对 它是一个循环 它是一个循环 它不会跑到外太空去的 因为水的分子量18 很重 它不会跑到外太空去的 可是我们水势院 还是要珍惜啦 对不对 好像我们之前 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水库 然后再早一点点时间 会有水井这件事情 我们水的利用 大概最主要就是 分为这三个 第一个 雨水下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挡起来 对 不要让它 流到这个海洋里面 用一个大容器把它盛起来 这个大容器就是水库 对 那大容器盛下来的水库 不够的话呢 水下下来有一部分是跑到地底下去 对 地下水 我们就想办法用地下水 用地下水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水井 水井 第二个呢就我们把它抽起来 抽起来 抽水机 把它抽起来 水井的水你有没有打过 水井 你太年轻了可能没有打过 没有耶 通常在电视里头看到这样子 然后丢一个那个盆子下去 卡通吧 卡通 然后就拉拉拉拉拉拉拉 就会有一桶水上来 没有那么简单啦 因为你那个水桶下去 你平的下去了以后 它是浮在水上面的 你怎么摇水啊 有道理耶 所以这个下去以后 水桶下去以后 要一个手势 要一个手势 水桶下去了 一个手势 让水桶稍微翻起来以后 下去水再上来 用绳子这样子 一个手势这样子 绳子要一个手势 不然的话你的水桶下去了 它比较轻嘛 它浮在水上面 你怎么摇到水 嗯 知道嘉凯的年纪了 哈哈哈哈 是是是 还经历过这一段啦 没错没错 小时候曾经玩过 好 所以我们说雨水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很多地方很多国家 对 缺水啊 游水当是游水的幸福 没错 台湾算幸福的 对没有错 我们讲这个地方 大概也比较出现这一种 极度缺水的地方 对极高 因为整个全球范围太广了 没有办法标得很清楚 我们稍微看一下示意图就好了 大部分以赤道国家为主 对 热带国家 以热带国家为主 对 沙漠啊什么的 对 所以呢 老天爷真的公平吗 下雨量多跟少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因为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这些国家里头是高度缺水的 对 那台湾的降雨量呢 台湾算多的了 对 小芬昨天很用功有去查过 对 我们大概可能在前三 前三 对 降雨量前三米 但是呢 降雨量多不见得代表 我们可利用的水就多了 对啊 怎么还会有时候要拉警报 对 我们可利用的水是在倒数的 后半端 后半端 对 我们的降雨量是在前半端 对 前半端 可利用的水是在后 后半端 那怎么了 中间怎么了 留不住 对我们地势太陡峭了 平原太少 地形的关系是不是 对我们平原太少了 像一个台风来 如果平均降雨量下200毫米好了 对于那个美国而言的话 他们就紧张的要死 平均降雨量 比如说这个台风下200毫米 这个美国那个CNN 往往就讲说 怪兽级台风要来了 有没有 对对对 对不对 200多300多 这个是基本消费啊 对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地势头 一下其实雨下下来就排掉了 正常发挥 对 但是美国的平原太广了 它下200300 没有地方可以留掉 就留在平原 所以下200300 对他们带来的杂害就很大 所以这个是地形的关系 对 我们留不住 所以可利用的水 我们是在全世界在后半端 所以这几个国家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受陷于 自己天生的地形的关系 或者是环境的关系 这个地形的影响 造成了他们的降雨量不够 我们不是地形的影响 造成降雨量不够 我们是地形的影响造成 水流不住 对 他们当然也是地形的影响 所以造成了这个气候上面 就偏干 降雨量本来就少 那水到底我们拿来做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看 水用在哪里 所以大部分67.6%都是灌溉 灌溉用 对 其实大部分都是灌溉用 家用的倒是比较少 家用的工业的 另外就是工业用 工业用 还是家用的百分之 这个不是台湾 这个是全球统计出来 全球统计出来 大部分的水 工业用水 还是家用用水的两倍 像我们台湾是半桃底 对半桃底就很需要水 对 不过他们是会重复重复的在地用 对 像台西店他们用水量很大 他们就重复的用 对 没错 那真的没有水也不行 对不对 没有水的话 会有生命的危险 人不吃饭可以的 会消耗你的脂肪 吃胖一点的话 你可以消耗脂肪 但不能没有水 但不能没有水 对 不喝水会死 人体60%到70%是水 三天不喝水的话 美色苍白 就惨了 所以刚刚说 你人类喝下去的水 到哪里去的 第一个 保留在你的体内 第二个排出去 对不对 但是你将来要是往生了以后 你的水还是要还给大自然 对不对 好 其实记录上最常不喝水天数是18天 已经是很厉害了 这个18天太夸张了 我不太相信 18天一滴水都不用吗 我真的是有一点 他可能在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 像是有一些山难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是靠很少很少的雨水 入水 对 那个就可以撑了 对 在过火 一般来讲三天不喝水大概就不行 那提到雨水的话 很多人说那雨水可不可以喝 雨水可不可以喝 当然不会马上造成你生命上的危险 但是应该极度缺水的国家 他们可利用的水带来 直接把水盛下来 对 没错 有些国家是因为它的经济比较不好 它没有办法盖水库 没有办法把水留下来 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差 对 那就只能靠人民自己下雨的时候 用容器把它盛起来 那这些容器盛下来的雨水呢 它可以洗碗 洗衣服 洗澡 甚至拿来喝 对 把它煮沸就好了 但是对我们而言的话呢 把它煮沸还不够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在里面 化学物质 病原体重金属 对 这些化学物质重金属 你煮不掉啊 对 大部分来的时候 还是雨水不要去喝它啦 对对对 除非是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了 跟泉水是一样的 对 你看到泉水 哇 很干净 对不对 很多人会拿来泡茶啊 泉水如果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那可以 因为里面的岩石它会过滤掉 已经过滤 土啦 岩石它会过滤掉 那如果是溪流的话 千万不要去喝 那里面有没有动物的大便 你不知道啊 细菌等等的 还是要小心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俗燕 是 所以老天也是公平的吗 公平的吗 也不见得是公平的喔 所以 所以我们刚刚降雨量看到有没有 有些国家下那么多 有些国家下那么少 真的 但是呢 老天也还是有点公平的 下雨少的地方 容易找到什么 石油 对嘛 但是石油不能喝啊 石油不能喝 那是可以赚钱啊 对不对 去用石油换钱 对 你看 对 你看中东国家有钱到 用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最烧钱啊 对对对 但是他们有的是石油 没关系 有的是钱 对啊 用石油来烧 烧海水淡化 所以老天爷还是有一点公平 但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的啦 所以说一支烧一点路 穩固三点路 对不对 身体上面有一点缺陷的 脚骨的啦 脚骨的身体有一点缺陷 就有双点路 对 老天爷就补你其他的 就三点路 一个人 一支烧一点路 一个人都一点路 穩固的三点路 不过人家有说 提供疼狂人啊 对 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自己努力 自己打拼啦 那我们把这个水之源 要好好的珍惜下来 那天气的状况 都下雨了对不对 对 赶快把时间交给家开 好 对北部的朋友而言 可能感受到 下雨的时间很长 但是量不是很多 所以到目前下来 累积的降雨量还不多 现在外面的空气品质来看 大概是在黄色的普通 到这个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都还是不错的 那至于说在降雨的状况来看 下雨的范围也是比较广一点 从北部一直到南部 事实上都有下了一点短暂雨 只是不过有些部分 像中部这边 它就比较局部 比较零星量不少 可能在 所以在统计出来的资料 在图上面感受到 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其他地方降雨量比较多的 事实上累积下来也不多 今天到目前为止 大概就十几二十毫米而已 但是还会在持续下的 那至于气温方面 跟昨天比较起来 这个温度都下降了 各地区温度大概都有下降 部分地区温度下降的幅度 还蛮大的 我们看到南部这边 都有下降的八度 十度 台中也有下降的九度 北部这一点 因为昨天这个时候 温度就已经在下降了 所以跟昨天 比较下降的幅度 就没那么大 那至于天气系统的状况 主要当然就是北边的高压 带来东北风 东北风带来冷空气 我们的温度就下降了 这个高压移动的速度慢 后面的主高压 到了今天晚上 它还是在北边 南边的这个高气压 到了今天晚上 感觉上它好像有减弱 但是事实上高压 这个主高压 都还会在地埔下来的 明天冷空气 可能还会再增强 这一波的冷空气 大概一直要影响到 礼拜六 礼拜天开始 温度会慢慢慢慢开始回升 这个回升的状况 跟前几天不太一样 前几天是呢 东北风一减弱以后 马上就转成南风了 南边的暖空气上来 温度回升就很明显 礼拜天开始 只不过是东北风减弱了 还有东北风在 所以温度回升 就不是像前几天 一下子就回升上去了 那至于降雨的状况 我们从这个卫星云土 看一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华南这边 还是有一些云层在发展 只不过它不是很厚 所以我们看起来 就不是那么的清楚 事实上都还是有一些 云层移动进来的 部分的云层会带来降雨 那一部分的云层 是在台湾陆地这边发展起来的 我们从雷达来看 会再更清楚一点 我们雷达上面会看到 有一部分下雨的云层 是从海面上面 这边移动进来的 另外一部分下雨的云层 是在陆地发展起来 我们看到在海面上面 外海移动进来的 一部分是在陆地发展起来的 包括了北部 南部这边桌游 我们来看一下南部这边 今天青城这块云层进来了 那现在呢 南部这边也有云层发展起来 所以部分地区甚至呢 有感受到闪电跟打雷的情况 这里面有一些雷雨包发展起来 另外一个北部这边 外海地区呢 还是有一些云雨区移动进来 有些也是在陆地发展起来的 虽然说这些云雨区 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大片 但是呢 都还是有一些短暂震雨的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白天 从北到南下雨的范围都还蛮广的 今天的白天水气还是很多 入夜了以后 这些水气慢慢的减少了 不过呢 还是有一些短暂雨 等到明天的白天 礼拜五的白天 可以感受到在台湾上空降雨又更少了 不过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有点短暂雨 因为东北风还在吹 甚至大台北基隆这边 可能还是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局部地区还是会飘一点的 另外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 感觉上雨又更少了 但是目前的资料来看 礼拜六可能华南又有另外一波水气进来 只不过现在看起来这波水气应该影响不大 但是还要再观察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今天 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北部当然是下雨的 温度上面一整天都比较偏低的 12度到16度 明天这个温度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 另外在中部这边也是有点短暂温度上面的话 高温虽然来到20度21度 但是基本上跟平常比较起来 温度还是偏低 南部地区高温虽然来到23度左右 但是也是比较偏低一点的 至于说在东半部这边 有一点局部的短暂温 云层从西边过来 东部的降雨虽然比西边少 但是还是有机会碰到 澎湖 金门还有连江 包括金门 连江都有机会下雨的 9度到19度